兵馬俑 青銅器 印度傳統的衣飾 象頭神 好像回到古代 見到後面有一些衣服 是印度人的衣服 然後我就覺得顏色很吸引 好像是印度的樂器 都覺得挺新奇 沒見過 所以就過來看 在閃失法貴的唐三彩 就反映了唐代的審美標準 有市民說的展品都代表著中國文化 因為這裏都是代表一帶一路的源頭的歷史和各方面的文化 我對這方面比較興趣 所以留在這裏看比較多 對唐三彩和這部分的展品比較有興趣 因為這些反映了我們中國文化的特色 而傳統印度神像的裝飾品 有象徵喜樂和平的銀器 這邊還展出了來自印度的展品 市民都覺得很新鮮 對絲綢之路有點興趣 還有想帶小朋友過來認識一下文化 色彩比較豐富一些 還有東西比較特別一些 平時看不到的 今次的展覽令不少市民都接觸到陝西和印度的文化 亦都加三座市民對絲綢之路的認識 M21news記者李宇珊報道 M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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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21